主要這個香港侵權網站資料庫的運作 首先就是由業界本身去選擇一些所謂侵權的網站 而這些侵權網站在我們來說 就不會說將一些 例如說大家出名知道 一些可能是用戶放上去的資料的網站 首先我們就不會說選擇這些 一般來說 業界所提交給我們去因選的網站 全部都是100%內容去侵權的網站 我們才會考慮將它擺放上去 這個香港侵權網站資料庫的上面 擺放之前其實我們都有些工作要做的 首先一我們就要和香港海關作出一個聯繫 先看看香港海關是否可以對我們提交的網站 進行一個刑事的調查 如果是不可以進行一個刑事的調查 之前可能馬議員和其他的講者都有講到 基於可能在海外或者在一個證據搜集上的困難 而海關未能夠作出一個刑事的調查 我們才會考慮將它放進去侵權網站的資料庫 但是在放進去這個資料庫之前 我們亦都會聯繫這個侵權網站的一些 所謂網站的負責人 我們盡我們的辦法去聯繫它 就會通知它 它就說它的網站就是被我們的會員投訴 它們的內容全部都是一些未經磊授權的內容 我們就要求它在一個固定時間之內 就將一些未磊授權的內容去移除 我們在這個試行計劃裏面做了一些功夫 鎖定了首批14個在本港最多人瀏覽 提侵權內容的海外網站 這14個非法網站 它每一個月的瀏覽次數 是高達230萬次 而刊登的廣告品牌是多達169個 我們是搜集了一些品牌的廣告截圖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可以大家看看在我右邊的螢幕 在這個廣登廣告品牌裏面 其實是包括了一些什麼呢 有本港知名的教育機構 超級市場 金融的機構 旅行社 律師樓 服裝和電子產品等等 我們相信這些品牌 是未必知道他們的廣告 是會落在這些侵權網站裏面 所以我們是很主動地去建立 這個侵權網站資料庫 向參加這個計劃的廣告商 代理商和中介公司 去提供這些資料 讓他們可以避免在這些侵權網站 刊登廣告 去免洗他們 損害他們的品牌形象 在這裡 他們在第一次要找到 整齊橋網站 貝爾 optional 那種 有關 要在稍微 是 我 這幾個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